讓我們再考慮 時間是15分鐘 第一位議員是邱俊憲議員 請邱俊憲議員來執行 謝謝主席 各位現場備詢的師傅所長跟通人 還有電視之前的朋友 大家早安 今天一開始就先 大家輕鬆一點沒關係 就是有一些問題跟大家探究一下 其實 從去年第一個會期開始 就是我們在議會裡面 不斷的在提醒公部門 未來的長輩的照顧 勢必是一個非常沉重的負擔 在一年前的大概也是這個時候 其實在總質詢的時候我也提出來說 高雄是百分之十幾%的65歲以上的老人家 我們到底有什麼樣子的資源 我們到底準備了多少的子彈 去cover這一些老人家的照顧 特別是 在之前市長施政報告的時候 其實也跟社會局長探究過 我們的長照的問題 明年就要上路了 那些預算等等的 其實 就是很慶幸可以看到是說 社會局在業務報告裡面 其實有提到說 其實我們在年底之前 目標要在每一個區裡面 都有社區式的照顧服務 的確 尤其是在原高雄縣的小區裡面 其實每個行政區 每個里的地理環境其實不太一樣 那如何在地化社區化提供這些長輩 讓他們的平常的生活能夠有一些適當的照顧 讓他們的生活是安全的 這部分我覺得市政府的確是有在努力的往這個方向走 可是看起來速度好像不是那麼足夠 我這邊先請教一下我們局長 就是面對年底這個三十幾區 我們每一區都有這樣的據點 居然你覺得現在目前推動上 你覺得遇到最大的困難是什麼 因為我們看到其實不只是社會局的業務而已 其實也有衛生局 也有其他包括原民會等等的這些 其他局處要必須來協同 一起來處理的這一些據點的佈置 居然你覺得到目前為止 現在已經五月了 快賣到六月去了 剩半年的時間 我們看到其實還有蠻多趨勢還沒有完成的 局長你覺得面對這個工作 這個非常重要的事情 你覺得目前遇到地方政府遇到最大的困難是什麼 請局長簡單分享一下 請邀記長答覆 謝謝召集人 謝謝邱議員的關心 的確我們年底按照衛福部的規定的期程 我們要完成一區一日照 的確實程上是非常非常非常的趕 因為我們現在還有二區要來完成 那這個部分 比較大的挑戰 當然是我們要找到符合規定的這樣子的空間 然後我們相關的設施設備環境要建置起來 那最重要的是我們相關的專業人力 所以議員你可能在我們的報告裡面也有看到 我們要積極賠力相關符合標準資格的這樣子的專業人力 也是我們現在的一個很大的挑戰 那除了有專業人力之外 我們還要可以營運這樣子一個空間 提供長輩專業又安全 然後又身心靈都覺得非常受到良好照顧 這樣子的專業團隊 其實我們目前在在地是欠缺不足的 而且其實要照顧這些長輩 責任是非常沉重的 所以我們要找到qualify 又有意願 而且我們又還要有穩定的裁員 那議員應該也很清楚 我們現在裁員的部分 整體長照的地方的裁員是不足的 一定要靠中央來挹注 那我們現在很大的比例是靠中央 但是因為中央的裁員可能要到新政府上任之後 不但才會有定案 甚至可能是有很大方向調整的一個定案 那甚至說長照法裡面還有12個 母法雖然已經通過了 但是執法還有12個都還沒有確認 所以這些都是我們 大家覺得說要觀望 但是對我們來講 每觀望多一天所有的期程就是往後延一天 所以我們當然是非常的交集 但是我們還是盡可能在我們可以 執行的範圍內 我們積極的輔導 積極的作業 積極的爭取 我想這個是我們目前 遇到的一些挑戰和現狀 好 謝謝局長 局長先請說 我個人是覺得說 如果一個地方政府一個政府裡面 有一個非常棒 非常體貼人民的社會局的服務團隊 是這座城市人民的福氣 我覺得局長是來自於民間 也在這些社服團體裡面 其實經歷過很多年的投入去付出 所以我相信局長對於基層的市民的需求 是感同身受的 的確像剛剛局長你說的 不外乎是缺人 缺錢 缺空間 那這部分的問題 其實在其他的一些的場合裡面 一些討論裡面其實 不外乎就這幾個範疇的問題 一直沒辦法去overcome 就是 他的缺口實在是太大 因為在這麼短時間裡面 要去把它補足 所以我在這邊其實 昨天遇到社會局的同僚 其實我表達一個 擔心的態度 就是說看到社會局 其實業務包山包海 其實我會真的是在這邊 其實會建議局長 我也會跟市長這樣的建議 我們雖然現在有一些 討論的機制跟平台 可是畢竟都還是局處之間 比如說局長或是副局長的門 再做一些比較平行單位的 去做一些聯繫 我真的覺得是 長照這個問題實在是太複雜了 然後也很嚴肅 然後他需要的資源又很龐大 所以我覺得是府裡面 應該是由附密成疾的人 不是掛名而已 是真的來處理這件事情 像前一陣子公務部門的 業務報告裡面 突然發現公務局提出一個 也是很好的 針對長照他們的一些公共工程 他們提出一個計畫 要去準備一些空間出來 給這些長照 業務上所需要的使用 可是很遺憾的是 我拿這個東西去問社會局 通常說這是什麼 社會局不知道啊 公務局並沒有跟社會局去討論說 他們準備要給長照的這些硬體 跟社會局準備軟體的這一些 居然沒有太多的橫向聯繫 我覺得這很可惜 那長照不是只有軟體的服務 其實有很多空間的問題 包括在民政部門 是時間不夠耶 其實我很想問民政局長啊 我們每一區每一里裡面 都有活動中心 都蓋好了 一棟放在那邊 那使用率也不見得好 可是我們為什麼沒辦法 就是把它改建或是改善 提供出來給我們的長輩使用 當然很多的問題是 一直沒有解決 縣市合併之後 其實包括很多活動中心 是沒有使造沒有建造 它沒有無障礙空間 它的財產的歸屬 一下是廟的 一下子社區發展協會 一下子是誰的 就是有很多的問題 可是我們並不能因為它的問題複雜 我們不去面對這樣子的事情 我覺得我們每一區 我們要在地化的服務 我們沒有一個空間 沒有一個據點 那是辦不到的 那那個空間那個據點 其實現有的 我們又沒辦法去盤整出來 其實我真的是會很擔心 社會局的loading太重 提供服務之外 還要找空間 還要找人 還要找錢 這件事情 不是一個社會局 能夠承擔得起來的 我覺得這個事情實在是 不容易 那社會局的同仁 其實我們議員在質詢 其實講社服的專業 其實也講不過你們 可是我們看到的是這樣子的隱憂 就是我們需要更多的資源 更多的力量進來支撐 未來長照這一塊的服務 可是我們目前看不到這樣子的啟動 Maybe有很多的討論 可是都是太局限於在單向而已 而不是 我覺得很可惜 如果像公務局提出那個計畫 我不曉得 局長公務局這個 所謂的這個長照的硬體的準備的計畫 有跟你們做過討論嗎 你點頭會搖頭就好了 你知道這件事情嗎 好 就是 我覺得這有點可惜 就是說它應該是一個完整的project 去把它package起來 然後 在之前的諮詢裡面 其實也一直拜託局裡面是說 我們到底每年要花多少錢 10年要花多少錢 20年要花多少錢 這些錢要怎麼去籌措 而不是每年我們遇到的才說 好啦 看今年的新政府上海之後 能不能多給我們一些 的確這是新政府面對新的民意 要給我們的 直接的回應回來 怎麼樣去處理這財政的問題 可是 負責任的地方政府應該是 我們還是得要想辦法自立自強 所以這部分今天是在這裡 知道局裡面很辛苦 可是真的是也期待局長 其實我也會跟市長在建議這件事情 就是說 讓更 跨局處的統合的決策的機制 的小組的討論 能夠趕快組起來 我覺得這是重要的 而且是可以幫社會局去解決一些 其他非社會局專業的問題 像很多的空間其實 局長剛剛一直點頭 有一些空間我們看到 不錯耶 大小適中 無障礙空間也OK 結果發現 它沒有實用執照 它沒有建築執照 原高雄現在很多建築物都這樣子 maybe 鳳山行政中心以前也是這樣子 那要去改變它 其實不是社會局能辦到的事情 所以 長照的問題一定會遇到 老人化的社會也一定會遇到 那怎麼樣去做更好的準備 是我不斷不斷的去跟局長 做這樣的期待跟呼籲 因為 我71年次出生的 我現在34歲 我大概在50歲的時候 也是看得到這個老人化的社會 就是我們在座的社會 都可以看得到 我們台灣就是會變成 每三個人要撫養一個老人家的一個狀況 所以 行政權資源掌握在大家手上 議會有監督的權利 我覺得我們應該要共同負起這個責任 為未來的社會未來的人 去做好更多的準備 我覺得這是要去做的 那 其實 原高雄縣的部分 其實我們知道 我們的社區營造的力量很強 我們的 裡面的 社區發展協會 或是一些關懷據點 其實他們能夠提供出來的能量 是非常非常足夠的 可是其實 我們這幾年可以發現 縣市合併之後 其實 在一些預算上的支持 其實 其實 謝副座也常常到社區裡面去 其實 我們剛才的社區這些朋友 副座也應該清澈 社區這些朋友都是在說 唉 政府能不能每個月再給我們多一點 我們可以多請一個人 或者是 多一天的服務的時間 其實對他們也 都是 很奢求的一件事情 因為實在是很不容易 然後一個禮拜七天 社區的公開界能夠提供一天到兩天 基本上已經對他們是一個很大的 很大的 可是對在地的居民而言 在地的長輩而言 這樣的服務是不是足夠了 我覺得這是一個 可以探討的一個問題 如果這個需求是遠大於這個的 那怎麼樣有更好的資源 因為我們知道其實我們也透過了很多工財的基金 去 support 他們這方面的經營 所以未來這一些很多的設政問題 我還是這樣子講 就是 我不認為花大錢 人民才會覺得幸福 而是怎麼樣更貼心 然後讓真的需要的人 就算他只有五個只有十個 你只要一點點的心 真的是貼近他的需求 然後花適當的預算去 他就會感覺到這個社會是溫暖的 我覺得陳羽市長這十年執政下來 我覺得高雄市 不是什麼宜居城市啊 不是一個很漂亮的什麼港度 不是 我覺得是一個很簡單的一句話就是 高雄是一個很會照顧人的城市 不管是老人家小朋友 婦女也好 勞工也好 包括勞工局等等這些 其實我們努力的目標就是 讓生活在這座城市裡面的人 當他需要的時候可以感覺到 這個政府是照顧我的 這個政府是聽得到我的需求的 我覺得 不管講任何政策 應該是以這個為初衷去 去面對這樣的問題 所以在這邊 利用設政部門的時間 其實是期待局裡面 其實問題很多 大家都花很多時間在討論 不過就是 怎麼樣一個方案一個方案 把它處理出來 人力缺少一千多個 長照私人的老人家 如果按照新的長照法 我們沒辦法照顧的人數 超過一萬個 這些都是客觀科學統計出來的結果 那這些是實況也是現況 那怎麼樣去面對它 Solution是什麼 方案是ABCD是什麼 我期待是局裡面要趕快提出來 這部分是在這邊建議局長 然後在這邊也利用這個時間 還是要拜託老公局 其實青少年跟青年的就業的問題 其實還是一直以來在全世界 不管是台灣或其他的東南亞國家 甚至亞洲市小龍 其實都是有這樣的問題 越年輕的越高學歷的 他的失業率越高 為什麼 沒有就業機會 為什麼 因為我們的退休的年 年紀越來越延後 我們能夠offer出來 新的就業機會是越來越少 那高雄 好不容易這幾年的失業率 我們一直努力的 趨近於全國的平均 而不是像以前 一直被批評說 我們高雄市是失業率全台灣最高 其實已經不是這樣子了 高雄市的失業率沒有全國最高 是跟全台灣的平均差不多 六度裡面比較起來 也沒有比較差 只是我們年輕人的就業機會 其實跟其他城市也是一樣 是比較弱勢的 跟台北比較起來也是差很多 那當然就業的內容的性質 然後就業的門檻的類型的不同 其實這都是必須要去克服的 那我覺得高雄是開始逐漸在改變 可是怎麼樣能夠照顧到更多的年輕人 讓他可以真的是回到自己的故鄉去就業 這部分真的要拜託勞工局 找金發局 再多做一點努力 我們提供了一些好的方案 可是那些名額其實就是杯水車薪 數量是少的 比如說返鄉回來我提供你多少的 你也可以住宿我 你住宿我保留在上面 可是這個真的是 跟整個量體比起來就是太少了 那怎麼樣做更有效的鼓勵 我覺得這部分真的是 再來兩分鐘 謝謝主席 所以在這邊真的是要拜託 我算是議會裡面離開學校 年紀比較離開比較近一點的 所以其實很多的大學跟研究所的 學生畢業之後其實面臨到的就業 是因為台灣現在還有要當兵 會有這個緩衝 不然其實一出來 那些人是很多 打工主太多了 所以這部分真的是拜託勞工局 我知道現在局長還是代理局長 然後少了一個強和有力的另外一隻手臂 來幫忙勞工的業務 這部分比較辛苦 真的是要拜託局裡面來協助這件事情 然後最後一點點時間 我想在這邊 我要讚美一下 課委會主委 就是有幾行事情 我覺得很好 應該公開表演 雖然報紙有寫一小小篇幅 以前主委是長頭髮 然後他突然變得短頭髮 因為他把頭髮捐出來了 捐給弱勢的小朋友 因為身體狀況不好 他需要 一些真的頭髮 讓他的生活比較舒服一點 我覺得 看到這樣的政務官 就像我剛剛講的 一點點的心貼近在人的需要上 就會讓這個社會更溫 我覺得 要利用這個機會 真的是要讚美一下 柯委會主委 我們只有一股痛心 我們高雄市民感覺就不一樣 大家收場 大家部門的主管 我們多一點點 跟大家站在一起的心情 我覺得 不管業務怎麼改變 像我們排富的社會福利一樣 很多人來召我們稱請 可是我們一個人花半小時一個小時 一個小時跟他說明說服 到最後他接受 然後開心的回去 我覺得這是大家一起 要去努力的事情 那真的是鼓勵社會局 拜託老公局 然後讚美柯委會 然後未來我們很多事情 還要繼續努力 然後總諮詢的時候 我會再針對長照 會再跟市長做一些建議 以上我的諮詢 謝謝柯金仙議員的執行 我想 剛剛長照是未來國家的政策 其實應該要提高層級 應該由副市長來統籌才對 要不然有很多業務上 我覺得既然中央政府這麼重視的話 我們地方政府也更應該 就像邱議員講的要有感 那我覺得有感的話 應該是提高層級 我覺得這樣對人民才有幫助 謝謝 那接下來執行的是林武宗議員 主席 主席 社政部門 大家好 今天我針對社會局 你們的問題 點出差不多五項 能夠改善過來 能夠改善過來 來做的話 對貝民 是非常有幫助 本時 從里長 當到現在 議員世界 從政三十年 這三十年 我發覺 社會局 一般的申請案 很像那個證件 要求的證件 越來越多 不是越來越少 現在是科 這個資訊時代 科興的時代 應該啊 很多文件 我們自己是可以把它用出來的 我舉一個例子 我們看 社政部門 我針對就是社會局 我們要變民 不是老民 這是百姓他們說了 爛爛爛爛爛 爛爛爛 要這麼多 一般的反應都是這樣 我現在舉出來 我想說這個低收入戶就好了 這已經喔 有社會局以來就有這個了 但是我們的申請辦法 到目前還是保留啊 跟三十年前都一樣 而且證件 越來越多 我來我們看 你看 目前市民申請低收入 生活補助 需準備 佛高名簿 佛高成本 國稅教 財稅資料 郵寄存責印章 其他證明文件 你看 這個 這個如果有讀車 又比較沒關係 如果租到一般低收入 一般的 那個學士都比較低啊 市民就很抱怨 要跑很多單位 這個就是一種敏諺 你們每天上班 你們在那裏裏裏 你們都沒感覺齁 你們去辦這個 你也感覺 欸 怎麼會這麼多 啊這個從我當理長到現在 三十年都沒那麼簡化 就是保持這樣 我現在不是在批評啊 就是說 連一家的縣市已經走在前端了 我們現在來搞這個揮機 來 我們來看一下 高雄市申請低收入首付的資料 這個他是他的權利 分幾幾幾 波索多少 他的 子女生活補助 就學補助等等 這個規定的 好 這裡底下就算要申請的文件 跟以前三十年前 我看改變不了 可能有增多沒有減少的趨勢 來 民営為什麼沸騰呢 這個社會局 你社會局 你注意聽 民営戶口民部 戶籍成本 財稅資料 等資料都公部門在管理啊 你們都沒有連線嗎 都沒有連通嗎 為什麼來申請社會補助 還要自己去申請 騰本證明 難道這些部門都 之間不聯絡 我覺得很奇怪呢 現在 現在的網路資訊 現在的科技 還在 還在要拿原始的 付起騰本啊 這個馬上一查就有了呢 你要跟那個民政局啊 還是有關單位 要產生連線 產生 之間要聯絡啊 那你看一下 我說其他縣市的做法 台北市 免戶財稅資料 免戶財稅資料 新北市 免戶全戶的負子騰本 全戶的財稅資料 還有其他的職業保險的資料 不必 台中市也是免戶財稅資料 我們高時中市通通都要 為什麼 你們就沒有你認真嘛 為什麼要不要 盡量可以連通連線的 為什麼不做呢 我印象我是一直當議長 也沒有間斷 當了世界議員 我看的都是這樣啊 人家已經跑到前面去了 像這種可以對百姓做的 我們為什麼不做呢 我們為什麼不做呢 少一項也好啊 你們可以 這個事你們可以做得到的 你們不做 你們就沒有革新啊 沒有創意啊 沒有盡量簡化 給市民去方便嘛 沒有 我們來看 新北市啊你看社會寺人家是 免戶戶籍成本財稅資料 還有投保清單 人家寫在這邊 很清楚 好來 我們來看 台中社會主義 這邊有寫 這是免戶 財稅證明 所以免書證免財稅 各縣市大力推動 免書證免財稅 提供財稅等本證明 檢戶服務 以減輕弱勢民眾 申請事物資的不便 與方便 其能啊 更主動 來快速補助 協助民眾獲得補助啊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也是很奇怪啊 局長 如申請低收入的戶口通告 什麼補助者能匯入郵寄帳號 你這個也是很強臉手懶耶 為什麼不會像那個台北市 明顯的匯入市庫 銀行或其他郵寄 社會最明顯是排擠高雄市庫 銀行啊 人家有做喔 人家台北市 他們也是有其他的銀行 還有台北富邦銀行也在做啊 為什麼我們高雄市 一定要指定郵局 不會一國兩制吧 人家做得到 我們高雄市要做得到 為什麼要指定郵局呢 你只要給半星期灣入路戶口就好了 本市建議 如申請低收入或其他社會補助通告 匯入生活補助戶 建議應可提供郵局帳號 或高雄銀行帳號 讓市民更方便 這個可以做啊 不要用指定的 人家都不喜歡在郵局 人家裡那個銀行比較近啊 為什麼要這樣呢 這個也沒有進步啊 一直延續幾十年就是這樣 來我們看 建議 真正的辯明 應該是跟民眾說 你坐著我幫你查 不是說我坐著你自己去找來查 我們現在的行程是這樣喔 我們社會叫我靠著去找來 我愛你什麼你就做什麼做什麼 政經給我喘喘的 我比較要檢查 就是這樣啊 我跟你說啊 時代不一樣啦 市民就是主人 能夠給人家方便就方便 能夠簡化就要簡化啦 不能夠募守這個這個政策已經幾十年 你看應復啦 我講一下 市長講得很好聽喔 第一胎六千 第二胎六千 第三胎四萬億 我在這裡給各位報告啦 我點倒飯啦 第一胎就要四萬億啦 第一胎就四萬了 第二胎最起碼也要殺人 好兒四萬億 六千六千四萬億 我跟你講 市民無感 你要教我 人生小孩 人不想生 人為了六千塊要生小孩 我們家庭 就已經有錢了 我每次吃不到 你如果說四萬以來 還有可能啊 應該我覺得這個政策要改變 四萬六啦 不是四萬六 四萬六 你用頭一胎四萬 出來六千 人生一胎人 補補的人 有胎人不想生 家境的關係 好這個應復啊 就是生產啦 之前我們就要保護他啦 不是說那個生小孩 命的六千 那是 開始有小孩的時候 懷孕 你看喔 現在應復 需往訪醫院做產檢 倒是家人無法陪陪 自行開車 常找不到車位 騎機車 還有高危險 坐車則需要巨大開銷 所以造成應復產檢不到 產檢要是有問題 就生不子 你還補充 十萬也沒有 所以在應復你要做的話 從應復這邊開始 你看 新北市啊 它有一個說好運專車 為了營業的懷孕婦 你整理友善環境 新北市推出 好運專車方案 補充每位應復 在懷孕期間 晚黃醫院做產檢 所需要的車資 以20趟 是為最高4千元 欸 這雖然是沒有接 但是對應復啊 是有感啊 你開始我生的懷孕的時候 政府怎麼給我注意啊 可以解決我的問題 好來 好運專車 完應復全錄 一年中俄所得在150萬以內 可檢記申請表 今合定後會給20趟次的乘車件 或 若應復在搭乘合約的車隊 進行車車是在200元以下則 折完全不用付威 若在200元以上折 折付差額 你看 人家都很貼心啊 非常好啊 好 這是他們的好運專車的乘車件 你可以提出心情 你要做得非常棒 有嗎 有那個感覺啦 有感 那依然現啊 你看 補助應復交通補助會 鼓勵應復搭乘到中運輸工具 降低產檢入省風格 每胎啊 補助一千塊 補助一回熟 但是政府有想到這點啊 我覺得非常窩心 好 來 優點 營造 應復 環境 鼓勵生意 解決應復產檢行動不便 提供家人陪伴的應復安全交通工具 減少應復的開銷 我覺得這個是很貼心 很貼心 也有感 比我們發的 六千六千四萬人的 我覺得連一點 沒意思 我建議四萬六開始 然後你要從上萬兩萬可以 不要 上面又生第三胎四萬人 你現在還叫我生第三胎 還給我五十萬一百萬我也不會生 不要說四萬六啦 來我們看 好 本時間 高雄市營造一個友善應復環境 參考新北市宜安縣提供好運專車 產檢交通補助 讓應復可以安心做產檢 不但可露使友善程式明明 更可鼓勵生意 這比較實在啦 好啦 現在小孩生出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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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孩生出來了 現在小孩買玩具啊 要找啦 現在看這也是一個消耗品 現在你看 嬰兒 幼嬰兒的物資交流中心 這個很棒 然後台北市嬰兒物資交流中心 許多家長苦意聽過 玩具書籍所會不清 所以孩子長到 玩具書籍沒有去處長傷腦筋 台北市開辦幼兒物資交流中心 提供家長尋找物資及捐證交流好收到 大家來觀望一下 我小孩大了 我這裡關出來 或是說我要換什麼 人家就是這個 又有嬰兒物資交流中心 這個啊 我們從那個懷孕生產到 它在成長當中 你看 我們都想的都有一套啊 人家應付以後都找社會局 你看 我都有一套呢 小孩如果大了 人家來這裡 你如果東西要換 要來這裡做交流都可以 來看 這台北市嬰兒交流中心 你看 所以這個 台北嬰兒物理交流中心 提供各親子館的服務資源 提升阿童照顧品質 以福利設施 好 所以 本市建議 社會局可找尋合適地點 開辦 醫護交流中心 讓家長可以進行各項 募集需求交流 以借證活動 也可以提供一個親子同樂的好基礎 這是我都跟你建議啦 整頭的 開始有懷孕到現在 好 現在要講這個 社會福利 反誘雜 市民申請無煞煞 我現在在這個 講的是比較過火一下 但是實際上也是 市民大都現在 相關的現狀 相關的申請資料 乃是散落在各機關網站 民眾無法依照自己的狀況 一次去完整查出 符合他需要的補助 往往會錯過一些 錯過或不知道一些 對自己有幫助的補助 現況啊 民眾必須在業讀 很農場還傻的申請規定後 才能判斷自己是否符合申請資格 對許多弱勢而言 市長因為符合有效判讀這些規定 因而失去許多可以幫助 你看 局長 新北市 他們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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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北福利自己查 網站 我們也可以設 啊 為了便利 申請人在的立場 設計九種情境 包括生活困難 工作問題 天災 照護育兒 醫療 居住教育 特定福利 資格等民眾 可以針對自身的需要 點選 對應的情境 回答問題 及格得到 符合條件的 都不要跑到你們社會局 他自己網路設好 他呢 在網路裡面 我們就發出生活 工作相關 其他的 幼兒相關 社會教育 其他的 九項 你自己去選 點選 你需要的協助 你就點嘛 點他 點就出來 回答相關問題 你看 他回答你現在有沒有 住在高雄市啊 住的你是什麼 營住民啊 你有什麼補助嗎 你要怎麼樣 這個裡面就可以 一問一答 好 再兩分鐘 得到符合條件的 不注意建議 裡面啊 就可以自己 點 自己答 自己問 然後填表格 自己送 你都不用 那流流流 你看 選舉福利就會出現 說明書 你拿 選舉福利 選選定以後 他這個說明書 跟申請表格 就出來 多方便啊 優點 透過雲端整合技術 及聯工智慧 只要輸入 或選擇簡易的答案 系統 系統就會從全市府的福利 項目中 比對 找出符合資格的福利項目 並進一步提供相關的資訊 讓民眾可以更容易查詢 符合資金條件的福利啊 本行建議 可參考 新北市的做法 設置社會福利補益晚上 讓市民容易查詢 容易申請 在系統的協助下 民眾可自行在家裡 或是在志工旅長 議員的服務處協助下 很快查詢到 各種可能的福利補助機會 這 這個 學長 這是我 都你來啊 在服務處的服務 有感 而且我也參觀其他的縣市啊 他們這種做法 非常棒啊 好不好 我們不要再用人工的啊 人工已經過去式了 我們要先進的資訊 先進的網站 用科技的 自己選 你需要什麼福利 你自己點 收明支支動支出來等等 現在要社會局要佐佐佐 沒有你應付不了啦 要朝那個方向 去 去收明 啊我們能夠簡化的 盡量簡化 啊不然你 要跟他查這麼多項 啊他這 人家通過的 免得要去復審啊 那個資料都在啊 你如果說真的他 生活改變 請 好請邀局長答覆 好 謝謝召集人 因為這個部分 可能這個 嗯 其實我們資料上寫得很清楚喔 他可以自行減付 或是委託區公所查調 因為我們是的確跟財稅機構是可以連線的 啊但是因為他如果自己減付 因為我們跟連線的 我們是一段時間才會去勾擊一次 所以必須要等 所以他如果希望他的作業快一點 有些單位的工作人員會比較好心說 你自己附來 其實會比較快 所以其實我們是有勾擊的 那如果說他覺得這樣子太繁複 但是他要跟大家一起等到勾擊的時間點到的時候才勾擊 這個我們本來就是有提供這個選項 所以這個也在這個機會 也跟議員說明一下喔 那為什麼要用郵局的這個部分 因為郵局是 台灣目前算是各在偏僻的地方都有設 應該應該 他是 我剛才有跟議員說明 你可以自己減付 或是委託我們去查你的資料 是 我想這個部分區公所其實他直接現場可以勾擊處理的現場連線資料都有 的確是不需要民眾來提供 如果有單位還是跟民眾索取的話 這個我們回來檢討 再確認一下 不用請民眾提出的 我們再次提醒 是當然當然 是 我們也很不喜歡 那我繼續往下喔 那個您剛關心到郵局的這個部分 因為我們很多民眾他不一定都住在都市的地方 所以我們很多的銀行的設ATM或是分站還是郵局是全台灣分部最密的最直接 但是如果希望能夠再開放的話 那我們當然是可以來這麼做 只是他的行政的複雜度會更高 可能也會再延緩很多的一些行政作業啦 所以 都有都有優缺點啦 但是我覺得這個部分我們當然可以回去回來來檢討 來看這個部分 那剛才議員您說到有關 第三 應幼兒物資交流服務的這個部分喔 台北市它有12個區 它只有設一個這樣子應幼兒物資交流的服務 就我們的理解喔 但是我們全高雄 我們有15個育兒資源中心 還有一個坐月子平台 全部都有應幼兒物資交流的服務 但是我想我們做的比較不好的就是我們沒有加強宣導 所以可能讓議員您不知道有這樣子的服務 所以可能是來到了現場的家長 才知道有這個服務 我想這個部分我們要加強宣導 但是議員您放心 這個部分我們不但有做 而且我們是做的比台北更膩更多 那那個有關產檢的這個交通費 或是產檢專車好運專車這樣子的服務 的確之前也有人跟我們提過這樣子的建議 那其實我們有兩個考量點 因為剛才您講的第三胎的部分 也很多議員跟我們提醒 說你很多的資源放在第三胎 其實根本緩不積極 是不是應該往前挪 我覺得這個部分我們的確是可以來檢討 因為其實的確到第三胎的數量 的確是比較少 但是因為福利資源會相互排擠 所以我們的確可以考量把第三胎的補助 我們挪來做其他更有感的服務 這個我們都是可以來規劃 但是有關好運專車這個部分 我覺得在這邊也要跟議員 溝通一個我們現在整體一直在掙扎的部分 就是因為我們現在社會福利 我們台灣雖然是重視社會福利 但是我們的裁員架構基本上 或是我們的抽稅的這樣子的架構 不是一個完全設福的 所以我們如果什麼全部都是要由社會福利 政府公部門的社會福利來運作 基本上根本是沒有辦法支持的 而且現在有一個很嚴重的現象 就是基本原本的家庭功能很嚴重的崩解 所以原本家庭基本應該有的功能 跟任務跟可以做的事 現在全部很大比例的都排到政府來 那像好運專車這樣子的部分 當然是一個很有感的服務 但是我們覺得在基本 不管是在家庭裡面 夫妻的關係裡面 你的妻子要生孩子 這樣子的事情 我們如果都還要取代它的 是是是 其實我們了解 了解議員的提醒 我們了解議員的提醒 謝謝謝謝 謝謝林武中議員的執行 其實剛剛林議員講的 從昨天到今天都在談那個 那個育兒補助 導過來做 我想很多議員都是希望說 第一胎就四萬六 那希望能夠 剛剛局長也講過 能夠多考量 那第二點 剛剛林武中議員講的也非常好 其實我們服務處也常常碰到這個 就是說 減輕民眾負擔 辯民是很重要 現在這個時代 其實民眾都會覺得 不必減負那些資料 因為你附贈都連線了 稅金單位都連線了 就像其他 政府都可行的話 我相信 如果你在你的 這些公告裡頭 只要講 不要減負 我相信 幫助多少個民眾 我想這個林武中議員 他三十年來 經驗是這樣子 我想這個蠻重要的 如果可以減輕這個 減負的資料的話 盡量減輕 謝謝林妍的 執行 接下來執行的議員 是黃淑美妍 主席 我們社政部門 祈福團隊 各位媒體小姐 大家早安 以下是一個勞工的控訴 太陽花學運 許多的輿論 將它定為社會基礎的動搖 所以指向為崩世代 何謂崩世代 指的就是社會面臨了崩盤 極大量的失業貧窮 人口衰退 國家破產 曾幾何時 在這美麗的報導 辛勤奮鬥的人們 努力卻喚不到應得的報酬 陷入窮忙 憧憬的生活 被高壓力長時間工作 因公病倒的悲劇 美麗之島成為了過勞之島 人就是人 企業組織的職工 不是機器 人的價值應該被尊重 人的尊嚴應該被維護 受害勞工的血汗 家屬的血淚 過勞之島 不只是一句沉重的控訴 期盼的是喚醒社會 攜手推動改革 讓勞工的黑暗時代過去 看見明天的曙光 這是一個勞工的控訴 臺灣職場亮起了紅燈 往南成為過勞之島 局長我想請問一下 這個臺灣勞工過勞使的情況嚴重嗎 在高雄的情形又是怎樣 那你幫過這些過勞的勞工 做了什麼樣的努力 來勞工局局長 請李局長答覆 謝謝主席謝謝黃議員 那麼對於這個公司的規範 如何避免夠了 現行法令都有相當的規定 是有相關的規定 是是是 所以你們整個機查 這些規定 假設說每一家事業單位 都能夠照這個規範的事情的話 應該不會發生這種狀況 是如果照你的公司來講 就不會發生這樣的情況 好等一下我們會一一的跟你探討 好那你覺得在高雄 這樣一年大概死了多少人 過勞死的大概多少人 這是根據那個 勞寶傑的統計數據 什麼數據 那麼這個 高雄喔 高雄一年大概有幾人 局長你們沒有做這樣的資料嗎 所以是沒有嗎 我們必須在從那個勞寶傑數據當中 是所以你們沒有這樣的資料在手上 局長你們就不重視勞工啊 你連那個勞工死了多少人 過勞死你都不知道 連這個資料你們都會建立 你怎麼知道說這個勞工在哪一個工廠 發生了危險 或者說常常會加班過時 為什麼會沒有這樣的資料呢 到底有沒有 如果有的話會後補給我 好不好 是我們回去再查看看 回去再查看看嘛 是是是 是來 你先請坐下 來 局長我告訴你 如果根據勞寶局的統計 這四年來呢 平均五天就有一個人是過勞生病 那十天呢 就有一個過勞死 來局長你看多嚴重啊 去年在郵局上班的一個經理 他是一人的郵局 然後只有一個職工在裡面 結果呢 他就早上六點就要出門 晚上八點回家 星期假日也都沒有休假 可是呢 他忽然間走了 結果郵局也沒有給他認定是因公殉職 這樣種種的告訴我們說 到底 我們 有沒有這樣的契約在保護勞工 來 局長我想請問一下 像這樣的情形 來 有沒有什麼單位 可以保護我們的勞工 請李基障答覆 這個 我們這個 對於說 那個 這些法律執行一方面 是啊 我們有勞計劃啊 有勞計劃在保護啊 可是為什麼勞計劃還保護不了呢 為什麼 因為勞動計劃有規定啊 當然我們希望說 每個事業單位都必須照勞計劃來進行 那麼所以我們一方面要加強宣導 期盼事業單位都能夠遵循法律 你只有宣導嗎 一方面我們要做勞動檢查 是 包括勞動條件和安全條件的檢查 是 多處事業單位都能夠照這個來進行 假設我有辦法我們依法開法 是 好 等一下我們一一的用例子來跟你探討 你先請坐下 我們知道 2001年呢這個勞計劃他就上路了 可是呢 那時候規定呢 這個 兩週 就是84小時 一週呢 就等於42個小時 那平均 如果用五天算呢 一個人要工作八點多小時 那顯然的 這個不符合 現在的勞計劃的規定 後來呢在民國104年呢 在104年3月又三讀通過修正案 局長你告訴我們當時的修正案 去年的修正案到底修正了什麼 來局長你知道嗎 勞基法的修正案你知道嗎 修了哪裡 是關於公時的修正是不是 是 然後 怎麼修 原來多少修了多少 原本的正常公司是兩週84公時 是 所以平均起來就是一週 42小時 對對對 現在改為 單週40公時 所以現在改為40嗎 從今年的這個 1月1號開始 今年的1月1號 是 所以就是告訴我們 一週減了兩小時 是不是這樣 減了兩小時 一個月 一個月就等於減了八小時 對不對 是這樣嗎 平均對 對平均是這樣 所以這個是一百零四年三讀通過的案子 是 好 那你再告訴我們 這個加班 又變成怎麼樣 又改成怎麼樣 加班 來加班會 可以容許幾個小時 那麼 這個同時也在修正案裡面的 來 局長你知道嗎 那個現行這個勞基法規定 是 那麼加班數字每個月還是最長46小時 46小時 後來調高到54小時 那個時候 行政院一個修正草案 是修正草案 還沒有通過 沒有通過 沒有通過 到現在沒有通過 現在105年1月1號開始實施的 局長你看 他把這個工時減了八小時 我們以為 這樣可以 減低勞工的工時 可是他把它轉嫁到 加班會裡面 他八個小時 你看 如果把它改到五十四個小時 減掉四十六個小時的加班會 剛好把這個八個小時 轉嫁到加班的時數裡面 那這樣工人有減到時數嗎 沒有 這個部分並沒有通過 沒有通過 這個要 其實要告訴立委 要把關好 這個不能通過 不能把這個工時又轉嫁到加班裡面 因為你加班 其實 加班給的薪水不會多到多少 所以這個不能通過 如果通過了 就變成變相的 這個增加時了 時數了 好不好 我想 今天跟大家談的就是 勞工的工時 那 其實剛剛講的 就是減掉了這些工時 但是呢 有一種叫做 隱藏性的工時 局長 你知道什麼叫隱藏性的工時嗎 來 你可不可以告訴我們 什麼是隱藏性的工時 用LINE來交辦工作的 喔 現在用LINE交代工作的很多喔 尤其台北市科P的 他都是用LINE在 在 在指定說 哪個主管要去做哪些事情啊 現在 在企業界也是這樣 他也是用LINE在 告訴你 員工 哪裡對了 哪裡錯了 哪裡要做些哪些事 欸 你休息的時間耶 你放假的日子耶 可是主管如果交代你 用LINE交代你事情 要不要辦 要辦啊 是不是 我想你也會交代你的 你的同仁 去做事情嘛 也會嘛齁 也會用LINE嘛 對不對 好 可是 欸 這是星期假日耶 那他們有沒有休息 沒有啊 因為你LINE來 我就要馬上去工作啊 我就要馬上幫你處理事情啊 所以這個就隱藏性的工時 齁 那變成說 這些人有沒有真的修到假日 沒有 齁 沒有真的修到 其實 我們剛剛講的法源 已經很確定的是 五天的工作時 是不是 齁 四十個小時就是五天的工作時嘛 呃 那如果你是隱藏性的再加上去 欸 這是變相的 再加十數了 局長 你認為咧 那麼 勞動部有解釋啦 齁 那麼只要用LINE加班工作啊 都不必須算加班啊 都可以算加班 是是 怎麼算 那麼只要說那個 有那個接到訊息之後啊 好 我如果拿著LINE去告訴董事長說 欸 我這個時候你有LINE給我喔 叫我準備什麼資料給你喔 我這個可以算加班會嗎 哪一加會那麼好 給加班會的啊 呃 假設沒有好 局長 你說我太沒實在啊 哪裡會給加班會啊 你會給嗎 如果你的同仁 你在LINE裡面交代他事情 他可以因為這樣來 申請加班會嗎 會準嗎 政府會準嗎 不可能啦 局長你跟我們說 我們來那上班啦 用LINE就可以來工作 那我也要啊 我不用出門啊 我用LINE來工作就好啦 不可能這樣子嘛 這個法律是如此規定啊 我們希望說 社長都能夠遵行啊 我想要不遵行的話 我們會那麼做檢查做裁法 是 局長這個 這個不是這樣 我們要想出一個辦法 看可不可以去替這些勞工 得到更好的福利 不是說 欸用LINE啦 因為你剛剛說的用LINE 是可以去申請加班會 不可能的 齁 你政府有規定說 欸我如果LINE 你那個 禮拜日我可以算加班 不會是這樣的 局長 現實的問題 不可能 你就在企業界 也不可能說 因為我LINE給你 交代你辦事情 而給你加班會 不可能 齁 所以這個是切實的 局長 現在要說的就是說 你要怎麼真的幫忙這些勞工 給他真的工時可以達到五天 齁 就是不超過40小時的 好不好 齁 這個你們要加油幫助勞工 勞工一旦有陳情 或者像我剛剛控訴的這樣的情形 你們都要處理 好不好 好 你先請坐下喔 呃 五一勞動節 我們看到了這個醫師呢 上了街頭 欸我們一看 這個醫生 他是沒有 他不是勞計劃欸 可是護士有 護士他是有勞計劃 可是醫生呢 他卻走上了街頭 他說 我要 勞計劃 局長 你認為 醫師 應不應該 納入勞計劃 因為我們知道 我們知道 我們知道 很多的醫生 甚至死在 門診的台上 很多很多 他們的工時 甚至超過90個小時 100個小時 來 局長 你認為醫師 該不該納入 勞計劃裡面 來 請李記長答覆 來 隔壁 勞計劃是規範勞動者 最低的條件的保障 我贊成 你贊成嗎 應該是這樣 可是人民就講 怕這個醫療權 我會被剝奪 萬一醫生都 上五天班 我臨時 我禮拜六 禮拜天 生病了 我找不到醫生的時候 怎麼辦啊 這要怎樣 這醫療要用什麼 必須去做一個 人力的調配 所以要去做 人力的調配 因為 人民擔心的 也是這樣 我的醫療權 會不會因此而剝奪 你不怕這樣 怕說我拜六禮拜 你現在大家醫生都跟我說 我現在 適用勞計劃 我可以上五天班啊 所以我禮拜六禮拜天不來了啊 因為 如果你禮拜六禮拜天叫我來 你就明顯違反勞計劃了啊 我可以 有這個法源 來跟你講 我可以不來 局長 這時候怎麼辦啊 沒有這個可能就是 那個 醫療院手跟醫生 可以做一個 用一個輪班的方式來處理 是 好 局長你還是都沒有講的 很 很切入的說 告訴我們 這個要怎麼辦 其實這個要有配套 齁 當然醫生 我覺得應該納入 勞計法裡面 但是呢 人民的醫療權 你也要顧到 所以我覺得 這個都可以跟醫師來好好的談 那也希望他們可以順利的 進入勞計法裡面的保障 好不好 好 謝謝 呃 其實 你先請坐下 其實前不久 這個買酒時候呢 他用了一個鮭魚返鄉 其實鮭魚返鄉呢 他就希望說 這個 可以有投資者 進來 回到台灣來 因為有一陣子 這個大部分都出走了 然後這個鮭魚返鄉呢 就希望 呃 有這個企業界呢 投資者呢 願意進來 這個高雄 台灣 呃 當時推動的並不好 推動的並不好 呃 因為台灣的工時 台灣的基本工資 一直在漲價 所以 並沒有 很好的 這個 這個 呃 成績出來 那局長我想請問一下 呃 這個鮭魚返鄉 當然是希望 這個企業界 回到本國來 做 但是呢 因為我們的基本工資 一直在漲 呃 所以 這個 一些企業界呢 寧可留在國外 也不願回來 那你覺得 該怎麼辦呢 來 高雄有一個企劃 我覺得這個可以 可以來施行 來 局長你知道嗎 什麼的企劃 你知道嗎 是 幸福高雄 一句今天 啊 幸福高雄 一句今天 是嗎 就直接 補助給勞工對不對 好這個怎麼補助來 你告訴我們 我覺得這樣的補助 欸 或許可以對勞工 有一點點的幫助 直接給勞工 我覺得這個措施 很好 來 局長這個怎麼補助 告訴我們 那麼主要是說 他必須指的這個 就是那個 一定的學歷以上 那麼 一定的年齡範圍 那麼他從外地回來 這個高雄啊 這個 這個居住工作 那麼我們 那麼依照這個 他們申請 這個好像做個審查 欸 那麼 好再兩分鐘 好 那等一下你再回答齁 我現在想 要再問你一個問題 什麼是基石 好我今天 有一個例子 我來告訴你喔 呃 因為我家住澎湖 假設我家住澎湖 但是我在高雄工作 那我呢 因為為了要 連續叫我 可以回家 多一點天數 所以呢 我 我寧可放棄了 我的禮拜六 禮拜天的休假日 所以我告訴老闆 老闆 我這個禮拜六呢 我要工作 因為我下個禮拜六 我下個禮拜 要連休五六日 好 這時候 勞工局 就去才華了 就去工法了 就說 喔 你這個超時啦 來 局長 我認為很不合理欸 我也請了這些 告訴 這個勞工告訴你們 這個是我自己願意的 因為 我要基時間 我要 下週的時候 我有連續假 可以回家 來 局長 針對這樣的情形 我 我看你們還是開法 來 怎麼會這樣呢 那麼這是依據勞基法 第三十六法規定啊 那麼 可是勞工本身 如果你家住在澎湖 你也希望這樣啊 我回去的時候 我可以多待一天啊 我不用這樣趕啊 所以我寧可休 這個放棄 今天的 禮拜六的休假 我留到 下個禮拜再休 不行嗎 局長可不可以啊 那麼 勞資可以 基本上 我們是尊重 不過不能違反法律的 強制禁止規定 是 如果這個勞工 寫了這個條文 告訴你 譬如說 切解給你們 說 這個是我自己願意的 因為我為了要回澎湖 所以 我要把時間留下來 局長 這樣你們還會開罰嗎 這個 這個很不合理嘛 只要是違反法律 強制禁止規定 所以你還是要開罰 這樣的例子 你還要開罰 這樣很不合理 齁 啊這樣我變成 我等了一天 我坐飛機就好了 我如果飛機坐 我媽最愛再坐回來 他哪有時間啊 齁 所以 局長 這個要有勤禮法 如果這樣他約 如果這樣他約 是不可以 好 好不好 如果有勤禮法 不是說 你改版的辦公室 後來辦公室 連續修好幾天啊 那企業專門 配合勞工 他也會這樣說啊 所以這時候 我覺得 你們應該要請教 這些勞工 因為他們可以放 多一點時間 好不好 好 謝謝 謝謝 黃蘇美議員的執行 也請勞工集 好好為勞工們來把關啊 這個美洲的公室 希望能夠好好把關 也特別在 賴的這個隱藏公室 要如何處理 想一套辦法 好 接下來質詢的是 陳振文議員 謝謝我們 社群小組的主席 社群小組的師父同仁 還有我們的市民朋友 媒體記者先生 大家 早安大家好 我想今天本期就我們高雄的清廷的失業率 來就叫我們的勞工局的代理局長 我想現在是五月 七月就很多我們大學生的畢業生即將走入我們的職場 那我們國內有120幾所的大學 然後這些大學有120幾萬的大學生 那每一年畢業的學生 步入職場大概有數十萬喔 那我們今天就來討論未來我們高雄怎麼面對我們青年失業的問題喔 我想我們高雄非常的希望能夠吸引青年的人才進來高雄 但是我從我們的資料顯示 我們高雄的青年失業率是六都最高 我們一方面要吸引年輕的人才進來 一方面我們年輕的失業率是最高 那我們怎麼樣去吸引這些年輕的人才 我想我手中的資料 可以發現我們2000年的時候 我們國內 不管是六都市整個我們台灣全國這樣下來分析 2000年我們的青年失業率首度突破8% 那2009年金融海嘯來的時候衝到最高 有14%喔 那之後的幾年都是維持在10跟14之間 差不多是在12左右喔 在跟全世界青年的失業率來相比 我們將近是其他各國的一倍以上 那我們不要來提說 世界各個國家的青年失業率 我們用鄰近國家 日本跟韓國來相比較 我們可以發現韓國的青年失業率是9.75% 日本的失業率青年的失業率是6.7% 所以這個數字代表的意義 表示我們國內青年失業率的問題 逐漸在惡化 我想這個青年的失業率 跟我們國內的教育政策 應該是息息相關 我剛剛提到我們2000年的時候 我們國內的青年失業率首度突破到8% 那2014年 我們的2009年金融海嘯來的時候衝到最高14% 我們都知道喔 2001年是我們廣社大學的時候喔 所以我想這個大學廣社大學讓季質教育消失 是造成我們青年失業率飆高很大的一個因素喔 之前蔡英文來到了我們岡山橋頭高院工商 參加一個典禮的時候特別的提到 未來我們國內的產業 應該是跟季質教育要息息相關 要密切來配合 我想我們北高雄有許多的金屬加工產業 過去這些螺絲業者 扣建業者的老闆 很多都是季質教育所培養出來的人才 他不是一開始就當老闆 他可能到了一些很大的公司 去當了黑手 去學一些技術 過了幾年之後 他將這些技術 自己來創業 讓自己成為一個中小企業的老闆 然後慢慢慢慢 讓鋼山 產生了一個所謂的螺絲扣建產業一個密集的地方 我們在說的螺絲骨 也是目前世界上 螺絲扣建產業非常重要的一個地方 我想這個局長 在中孔肇中局長先生的立法委員 在擔任局長的時候 我們曾經跟這些有關於如何跟扣建產業 跟學術界結合 讓青年的就職能夠來我們的扣建的產業 我們也提到 目前鋼山很多的螺絲業者 招不到工 我想 我們很多的大學的教育 在大學普遍化之後 造成這個畢業生 就職的轉移 跪去這些技術產業 培養我們黑手的這個情況 已經逐漸來消失 我們如何去找這些人才 所以我在這裡要請問 我們的勞工局長 我們可以看到 我們用一個比較分析來看 高雄在2015年去年 15歲到24歲 青年失業率是6度最高 高達13.85% 2015的下半年 更高達14% 台北市是多少 台北市12.4% 新北市9% 台原多少 10% 台中是12% 台南是12% 局長 針對高雄的青年失業率 在6度裡面是最高的 局長你注意到了嗎 你是不是知道這個情況 請局長回答 請李局長答覆 你要怎麼挽救 怎麼去改善高雄的青年 青年的失業率 誠如剛才這個議員所提到的 那麼高雄市的青年失業率 其實是比較偏高的情形 當然是跟整個國家的 這個教育政策 跟產業的發展 經濟發展有一定的關係 那麼就當中在的時候 我們是希望說 盡量的運用我們的資源 或者經過的局勢合作 盡量的能夠說 替高雄青年找出路 我們一直在尋找這種 媒合的工作 那你怎麼找 怎麼做 那麼 一方面就是說 除了說我們自己有 7個聚會服務站台 還有7個聚會服務站 28個聚會服務台 那麼受理這個 勞聚雙的這種所謂求財 求職媒合之外 那麼我們也跟那個大專院院校 來做合作了 在12所大專院校當中 四次校園的機會服務局點 讓青年朋友 能夠就近的這個 那麼接受這個 就位的諮詢跟媒合 另外我們也跟大專院院校 那麼來合作辦 一個校園博覽會 那麼找那個廠商 提供優勢的 符合青年機會 那麼讓青年朋友 來做個媒合工作 我們一直在努力當中 局長我想現在青年的求職官 改變非常的大 我的服務處 常常有一些大學 剛畢業 要求我們來關心 讓他是不是能夠進入 來環保局的清潔隊 我時常遇到看到這個 就非常心酸 一個大學把你栽培成一個 大學的畢業生 那家長卻要他來進入 環保局的清潔隊來工作 我並不是說清潔隊的工作不好 而是認為說 你受了大學的教育 你還是一個這麼年輕的年輕人 為什麼會 不去外面的 比如說一些有技術性的工作 來求職 來謀職 讓自己有一技再生 未來能夠 可以 在學習這一技之等之後 能夠自己做老闆 我想 自從整個大學普設之後 整個年輕人都想要往服務業來發展 造成我們的金屬加工產業的人才匱乏 從我剛剛局長所提的 我們跟一些學校來合作 我們跟一些 包括求職的單位來合作 但是我目前看來效果是有限 除了讓我們的教育體系做一個很大的改變 我想 我們 勞工局目前的做法來看 能夠 改善目前青年失業的問題 其實是有限的 所以我想請問局長 針對 我談了四年了 我們從四年前在談 我們北高雄模式扣建產業缺工的問題 到現在為止 情況依然嚴重 他的薪水 可能是一般服務業的 不可能到Double以上 但是依然找不到這些人才 我想扣建產業的 做職環境的改善 也是這些業者必須去做的項目之一 但是我們 就我們勞工局的角度來看 我們怎麼去解決我們 螺絲業缺工的這個問題 那麼我們是不斷的 這個 加強這個救援沒有人的工作 不過在那個控制上 我們發覺到說 為什麼很多廠商需要找 求財的機會 找人工 那麼為什麼市民還是 有些找不到工作 這個落差存在 就是說 那麼廠商本身 也有他求財一些條件 那麼求職者本身 也有他所希望的這個 待遇條件等等 這雙方有一點落差的存在 那麼像這個扣建業來講的話 當然 這個薪水條件 算是不錯 不然一般來講 年齡朋友所以不願意去 一方面是 可能是環境比較差一點 一方面可能是比較苦 比較辛苦一點 而且很多年輕人 為什麼願意到服務業去 因為服務業比較輕鬆 那麼公共環節比較 比較那個 比較風光等等 這都有 可能做職業觀念 必須有個偏差 希望能夠盡量導正過來 那我剛剛有特別提到 我們高雄積極的在想要吸引青年的人才 來進來高雄市 因為高雄市人口外流的也非常嚴重 我們可以看到台中的人口已經快速在追趕我們高雄市 我們怎麼去吸引比較新興的產業 除了我剛剛提到的扣建傳統金屬工業之外 我們怎麼去吸引我們的會展 我們的數位內容 我們的綠能 我們的衣材 這些所謂的新興產業 讓這些年輕人可以看到未來的這些工作 我們怎麼讓年輕學子能夠學用合一 讓他能夠定居在高雄 在高雄謀生 讓這些新興的產業 在高雄也能夠找到足夠的人才 局長 勞工局你有什麼做法 那麼對於這整個產業的這個升級跟發展 那麼現在是由金發局來做主政 我們跟金發局做一個配合 一方面這個配合這個金發局這個產業的推動發展方向 是啦 不過我知道當然那個是金發局嘛 但是我想說這些人才你要怎麼去 這些這些 他如果又遇到缺工的問題 那你要讓這些學生畢業之後 有這些管道來高雄 來這些產業界謀合 你有什麼管 你有什麼做法嗎 那麼除了各項這個推薦 就也沒有復工之外 我們還向這個 一句高雄幸福高雄一句津貼啦 那麼希望說吸引這個 那種年輕的高學歷的外地的工作 能夠移居到高層來居住跟工作 我們有這項措施 那你怎麼去讓這些新興產業 找到這些人才之外 你有什麼 老公局你有什麼做法 讓這些相關產業畢業的學生 簡單說啦 讓他們想到的高雄 讓他們知道高雄 有這些 操縱可以做 你們有做什麼宣傳 做什麼管道 我剛剛特別講的 每一盒 讓他們高雄可以 最快的速度看 我不要之後 我就應該有頭路了 我在學校讀書的時候 我要有可能 就在這些產業界做實習 我有沒有可能 讓這些學生 在還沒有畢業的時候 我就把你鎖定住了 你就以後就要來定居高雄 你有沒有什麼做法 我有辦理這個 職場體驗活動 那麼企業參訪活動 等等 那麼希望說 提供讓你親愛的方向 在最後之前 先到現場去了解 他們企業的狀況 那麼加深他們的印象 我想局長 我們的高雄 有許多產業是在 國內數一數二 甚至在全世界都數一數二 遊艇產業 包括我們的扣建產業 包括我們的很多的 最近也要再發展的 軟體數位內容的部分 那你是不是 能夠未來跟金發局配合 能夠讓這些 在大學生 求學的這些階段的大學生 在實習的階段 就能接觸到高雄的這些產業 我想未來 你是不是能夠規劃 一套一系列的這些內容 跟金發局 跟市長 所有不同局數的首長 共同來討論 我們希望未來的青年人才 能夠留在高雄 而不像我們目前看到的資料顯示的 高雄市青年失業率 六都最高 我不知道這樣子怎麼去吸引 我們全台灣的年輕人的人才 進來高雄 更多我剛剛的說法 在青年就學的階段 局長 未來是不是有一套 更好 更完善 更完整的 媒合的一個系統 讓他求學的階段 就能夠接觸到這些產業 我想我們進一步跟金發學 還有各招 各招院校合作 來尋找一個更好的方式 我們來協助青年朋友 你講的我沒講 什麼方式嗎 現在是說 當然最希望是說 在這個產業升級 產業發展方面 能夠那麼有所發展 自然性 你能不能給我一個目標 你明年要找幾所學校 來談合作 來跟我們的產業 比如說北高雄漢翔產業 你有找哪些學校 你未來計畫 有哪些學校 要跟我們高雄的產業來做媒合 讓他們能夠 在未來人才 青年人才不具空 郭議員 我們這些都有在做 都有在做 那時候細節部分 是不是可以請我們這個 信證中信陳主任做說明 好 那跟議員做一個報告 我想我們針對青年 這個區塊 我們會常關心 幾個行政做委 大概跟議員做個報告 第一個部分 我們要希望讓學生 能了解 產業的一些狀況 我們今年特別去規劃 就是參訪的部分 那另外一個部分 就是 學校這個部分 在大專業院校的部分 目前已經有跟 相關的產業在合作 像高雄大 他們有產學合作 那像我們中正高工 我們育英 我們有幾個學校 都已經在嘗試 跟企業做相關的一個產學合作 那第三個部分 我想我們今年 針對還沒有畢業的學生 我們也辦理所謂的 職場情境的模擬營 也就是說希望 我們的年輕人 在進入職場之前 先做好事前的 相關的技能準備工作以外 我們也希望就是 針對職業信項 測驗這個部分 以及我們相關的求職的 面試技巧這個部分 能做充分的一個準備 所以今年我們在 暑假這一段時間 會辦理相關的 一系列的活動 那包含有創業相關課程 都會規劃在裡面 那我想這個區塊 我想我們很努力在做 另外一個區塊 我們也有所謂的 青年賠利這個區塊 我們勞教中心 像過去數位這方面 高雄也很多的人才需求 我們也跟進化局 合作所謂的 這個青年賠利的相關的 這個計畫都在推動 只要廠商有需求 這個部分 那如果我們人才補不足 我們職業訓練這部分 也會開相關的斑別 那來滿足我們企業的一個需求 那在做以上的簡單補充說明 謝謝陳正文議員的執行 我們先休息十分鐘 我們要去找一個部分 一些バス的 又不是 我們在一起 那一陣子 有任何 有任何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